以下对话涉及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线、光明与黑暗势力之间的战斗,以及星际联盟如何影响地球时间线的重要信息。 以下是重点整理,一时间线之战,人们正在努力让黑暗势力犯下其命中注定要犯的错误,同时尊重地球上人民的自由意志。 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。 二望远镜技术与时间线,星际光明联盟和地球人都有望远镜技术,可以看到时间线并选择体验的时间线。 三爱的白光,大天使米加勒要求向地球特定地区、特定世界或特定人发送爱的白光,以改变或稳定时间线内的能量,阻止黑暗势力的干涉。 四黑暗势力操纵时间线,黑暗势力能够进入星系并与其他有机生物创造情况,或者操纵个体来影响时间线。 五人工时间线与自然时间线,人工时间线由低振动能量和谎言构成。 黑暗势力利用技术来操纵和控制人们的身体和思想,以保持它们留在人工时间线上。 六时间线逆转,可以通过逆转时间线来避免灾难性事件,保护重要人物或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七MH370航班事件,MH370航班事件被揭示为一次白冒行动,其中关键人物被移除以避免半导体技术落入黑暗势力手中。 八全息事件和人物,全息事件和人物被用来操纵时间线,黑暗势力可能插入坏角色,而光明势力则可以插入正确的记忆和角色来处理这些情况。 九提升过程,人们必须经历提升过程,通过自我掌控来理解环境并学会控制它。 相信大家最有兴趣知道的是关于MH370的消息吧。 对话开始,你刚刚想到了MH370航班坠毁的事情。 它飞行在印度洋上,偏离航线,然后突然消失了。 沙龙,我听说它飞到了附近的一个基地。 阿什塔尔,我们把它从时间线中移除了。 是的,有人死了。 沙龙,上面有个重要人物,必须被保护。 阿什塔尔,有的。 我们需要他们站在我们这边。 一位IBM高管在飞机上,刚刚接受了马来西亚的新职位, 这将与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计划相一致。 飞机上还有20名来自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员工, 该公司生产用于各行业,包括国防的强大微芯片。 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从时间线中移除, 因为他们对半导体技术的贡献将大大加速微芯片植入计划。 他们是安全的,现在与我们合作。 沙龙,他们肯定很震惊。 Evil,现在地球上没有人应该对自己对地球未来的重要性感到震惊。 没有人。 沙龙,有趣。 所以那架飞机必须坠毁。 阿什塔尔,他没有坠毁。 他被移除了。 为了给签署一些所谓的结束,有人故意放置了一些不见。 沙龙,这些人还活着。 其中有21个。 好吧。 是否可能将他们放回时间线? Evil,根据他们所知道的知识,现在还不能。 在他们可以返回地球之前,首先必须消除威胁。 目前还存在太大的威胁。 沙龙,所以MH370是一次白帽行动。 阿什塔尔,是的。 我们也可以轻松操纵你们的飞行器技术。 沙龙,我们可以假设类似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吗? 阿什塔尔,这是可能的。 我们移除人,我们插入人。 我们为他们提供历史,以便他们轻松适应。 我们植入正确的记忆。 我们有许多技术来操纵时间线。 有时候,人们甚至不需要被插入, 我们可以制造全息事件和全息人物的记忆。 沙龙,我想起了他们一直在谈论。 我们的曼德拉效应。 阿什塔尔,我们也这样做。 如果黑暗势力插入了一个坏角色, 我们可以插入许多光明角色来处理这个黑暗角色创造的经历。 我们可以从时间线上抹去黑暗角色。 你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会对你们做什么? 我们关注这些因素伤数字